我还爱你 这儿的感觉还真不错啊 你好 隔壁林区大叔告诉我呀 这山里的野枝子结果 我们就可以去见 野枝子就是枝子花的果子 它可以做点了 又知道的还多了怎么 你好 你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吗 什么颜色 那你知道马黄堆 当时挖出来的沙衣是什么颜色吗 黄色呀 对 就是黄色 你知道吗 这枝子果呀 还是古代时候上宫 给皇家服饰的燃料呢 把它碾碎之后呢 是你在无尽 浸在水中就可以 吹去吐了 射速 然后就可以染过了 这么厉害啊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一颗三天的糖果 紧收起你 还是我们俩在这个地方啊 倒是有点隐居的感觉啊 是一个人来了要走 我要做你最好的回合 所以请你不要再采访 你 在篮子上帮个 帮个这个东西干吗 这是什么 这个在奢族呀 有非常好的寓意 传说只要把它送给心爱的人 你就可以白头洗了 所以把我自己做的这条呢 送给你 我希望我们可以白头洗了 欢爱你 我也爱你 来 雪梁 明轩 你这发型怎么都变了 不好看吗 好看 最近好吗 挺好 笑语 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 这不是回来来见你了吗 你今天怎么会来这儿啊 你们在我就不能在 你们的爸爸是股东 我爸就不是股东了 给我坐吧 真没想到 你就对管理也感兴趣了吧 谈不上兴趣不兴趣吧 这不是身为方家的人吗 身不由己 这不跟你们一样吗 你跟无聊可不一样 我们是身不由己 实名在身 是不是 你看你们又开始了 听说你和莫菲结婚了 是啊 恭喜 谢谢 你呢 找到男朋友没有了 我什么呀 你操除我的心啊 谁跟你一样啊 我 我怎么了 好 董总 好久不见 气色不错呢 你看你卫公司这么操劳 都累瘦了 得多补补啊 我这不是为了 给你们多赚钱吗 对对对 快坐 来 放手 董总 大家最近气色都不错呀 好 咱们开会之前啊 我先说两句 今天 再一次坐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的心情是百感交集的 我还记得三年前啊 也是在这儿 在咱们的股东大会上 当时呢 只有我跟我父亲坚持 其他的所有的股东 大家一致决定 说要把咱们的宋唐裁涉掉 可能当时呢 我也是出于 完成我父亲的一个心愿 保住宋唐 所以妄下狂言 我说我会将宋唐 品牌与利益供应 但是三年后的今天 我做到了 但是收获了今天明远所有的成绩 不是我唐明轩一个人的功能吗 与在座每一位股东 都息息相关 我感谢大家 希望今后明远 在我们在座所有股东的 共同领导之下 创造更大的辉煌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 我倒以为 明远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和唐明轩 唐总的管理友方 是分不开的 鼓掌 好 这就是我喜欢的装修风格 这次辛苦你了 我跟你说莫菲 我以前呢觉得代购 不是人干的事 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装修啊更不是人干的事 好了好了回去请你吃好吃的好不好 好 你再往回走走一点 让我再看一下 我都已经给你来回走四圈了 你到底要看多久啊 要看你自己回来看 我这不是在想成练应该放在哪里吗 让我再看一下 对对 往左边一点 停一下 在这儿呀要放一堆衣架 这儿方便可以放那些顾客定制的衣服 再往右边一点 对 这边呢就可以坐两个示意间 你再往前走一点 停 就这边 这边可以放一个工作台 方便我随时帮顾客改衣服 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你说 你说那些工作台我已经想好了 我都把它们放在二楼了 然后呢我还看见了 有一个小茶几 我就给买回来了 然后配了一个双人沙发 我想的是呢 如果有客人需要休息的话 就可以在那儿用那个区域 如果没有客人 咱俩可以坐那儿喝点东西 是不是 觉得怎么样 真棒 好期待我们这个小店 快一点开业呀 我也好期待啊 所以我们要 加油 好期待 喂 喂 喂 明轩你看到了吗 我最后一件衣服设计完了 怎么样 最后一件衣服设计完了 就是意味着 你属于马上又回来了 我呢打算明天就回去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 什么明天啊 要不然今天我过去接你 今天 今天肯定来不及 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呢 还是明天吧 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我去不了啊 那 我就只能让杨光接你了 行吗 可以啊 你有工作你就去忙吧 喂 你终于回来了 是太阳指引的方向 你在的地方 会瞬间变晴朗 是那天你留下的花 是那天你留下的花 它微笑模样 像天空晚霞 天啊 你说的人就是我啊 天星光 会让你留下 会让你留下 心啊 就这一块留给你 我留给你 你